快進行娛樂新聞 快點來看Smart Travel 莫發生 這條影片會說什麼呢? 說《沖上雲霄3》未拍已經被人罵爆了 還有專家教你五招 急救你的失眠 我們先看看 TVB的經典劇集《沖上雲霄》 在2003年播出 在2013年推出《沖上雲霄2》 兩套劇集深受觀眾喜愛 但收視高之餘也引起極大的迴響 試駕了10年 近日有消息傳出 TVB再開拍同學航空業界題材有關的劇集 不過主角陣容大換血 導致未播出已經得到負評不斷 右手邊的照片有哪幾個? 無線開拍為慶祝香港國際機場 啟用了25週年 TVB與機管局合作開拍航空題材劇集 並將於香港國際機場內進行全實景拍攝 不過據知香港新劇並非延續衝上雲霄 而是全新劇集 監製換上曾經拍攝機場特警及彼子殿下的陳耀傳 劇本改為壯至嬌陽 演員陣容即將大換血 馬明率先擔正 另外有洪永成、朱敏漢、蔡司貝、高凱寧、郭伯賢等 一眾演員在社交網站發佈在機場拍攝的照片 但有人說吳鎮宇和張志琳不來就算了 為何必須加蔡司貝直接換上Yoyo 另外有些人說他炒冷飯 觀眾說衝上雲霄第三輯的主角陣容大換血 會否影響他腳踏的質量 另外馬明拍攝工作雖然繁忙 但他仍是抽出時間和粉絲互動 展現了他親切一變 而他和湯樂文的婚事計劃也逐漸浮出水面 相信這對夫妻一定會辦一場難忘的婚禮 另外有些人期待 剛剛炒完冷飯沖上雲霄 難度又有新劇《試機師》 牽上了徒手炸彈、吳鎮宇 還有其他人 另外 為何人們重重覆覆 人們重重覆覆都是那些貼文 他們的回應 你們怎樣看 其實找回陳惠珊當然不行 因為現在的樣子不像以前那樣 那麼年輕 還有哪些人 Sam哥和Kulmoy一定加入就好 雖然第一集來現在已經25年了 但我曾經從事過沖上雲霄 你說我會不會喜歡看 我真的不會看 那些劇情 一集衰過一集 還要找蔡詩貝那些 你找蔡詩貝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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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蔡詩貝也好一點 哈哈哈 你找蔡詩貝做老總 不過說真的 郭柏賢還可以的 她的樣子都像兇者 還有那個樓什麼船 高妹還可以的那些 好心說捧一下那些 你說湯浪文都像兇者 好像她做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還有黃志文 不過黃志文現在不做 Sophia也在說什麼 她在機場25年都沒有翻身過 實景拍攝也沒有吸引力 說得非常好 阿羅斯說 湯水雲燒的劇本 都更吸引 說真的好看誰做 意思是看誰主演 你說找蔡詩貝就死了 不用看了 我最怕你 投資應該不小 那你說 問國泰那些叫做simulator 譬如說 機艙模型 他可以假裝的 自己搭景出來也可以 另外我覺得 例如說 你拍攝這些 你很少不去海外 除非你全部都在內地 內地拍攝 但你歐洲的景和內地的景 我不知道 內地有些地方 真的整個歐洲級 哈哈哈哈 他會不會去什麼 世界公園 小人國拍攝 阿曼的葉子說 捧一下沙併更好 多謝 但我現在已經不是 什麼航空公司的職員了 金飛色比 已經 肥豬 哈哈哈哈 以前那個 話說實話 提醒了我 因為我最近 和阿新哥一起做新聞 早上 但我覺得 如果我做飛機 有一個吸引力 如果我早上不做 我就留下晚上做 叫那些人名 坐飛機 所以現在早上 你坐不了飛機 你要趕搭班機 你就晚上 晚上我第一條片 我會趕搭班機 日後就容許我 找我去讀劇本 RIC說 讀世界之槍 哈哈哈哈 Peter說 沙併已經轉了行 那些人 老的 老酒 沒有誰去看頭 OK 你說是誰 阿Sam哥和阿顧 不過你請不起 別人這麼貴 有多少成本 你說合拍的 OK 但合拍有很多限制 很多話題 不能說 有什麼新意 空姐不是你追求我 我追求你 除了我之外 我不喜歡跟公司人拍拖 人客同事千萬不要 因為你不成功的話 被人說了這麼多年 沒有必要 我不是一個喜歡拍拖的人 因為很煩 哈哈哈哈 好了 講講另外一些 沖上雲燒 你等他拍的 幸好他都不敢用那個名字 Any day anytime My name is Bernice Cooper Hello from Vancouver This is Eileen Leung Thank you 我繼續講講 有專家介紹 這個專家是來自日本 對於失眠方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失眠的問題 我沒有 日本專家教五朝 快速急救失眠 教你四七八呼吸法 可以迅速入睡 失眠的問題 一直困擾不少人 都市人晚上不能有充足休息和休息的睡眠 會令人專注力下降 精神不振 長期嚴重失眠會影響健康 尤其是處於新冠肺炎的疫症非常時期 生活習慣和作息有很大的轉變 晚上變得更難入睡 日本節目請到一位專門研究睡眠的醫生和專家 教大家最新睡眠的新知識 早齊集以下五個事件 保證大家睡眠的質素大大提高 向失眠和紅貓眼說拜拜 日本節目曾經邀請了東京疲勞及睡眠診所的院長 岔木是修身醫生 這位醫生叫大家講解睡眠的新知識 在傳授解決失眠的方法之前 究竟什麼是失眠的兇手 大家睡不著的晚上會播放治療的音樂 是幫助入睡的 你會不會的 原來有很多人是用錯方法的 導致出現反效果 除此之外 晚上睡覺就沖一個熱水涼 或者挑選一個適合自己的枕頭是非常重要的 醫生和專家也教大家五招去拯救失眠 因為還可以改善你睡眠 而導致腰酸背痛 我們去看看 其他方法是怎樣 最強的睡眠方法 你在睡覺時會五分鐘內睡著 經常發夢嗎? 如果以上的情況出現 就代表你缺乏優質的睡眠 醫生會介紹2021年最新研究出來的最強睡眠法 先考考大家 睡眠正確的知識有多少 問題一 睡不著的時候會打橫地消除疲勞嗎? 是不可以的 雖然睡在這裡休息 能夠放鬆身心 但只有真正的睡眠才能消除疲勞 第二個問題 短時間之內的五睡能不能夠令到晚上的睡眠質素提醒了呢? 提醒了呢? 是可以的 原來睡晚睡覺是可以的 令到晚上的睡眠質素更加好 人體在起床之後的八小時會覺得很疲倦 所以三十分鐘之內的五睡可以重整自律神經 晚上能有更大的機會入睡更加好 改善睡眠質素 問題三 睡覺前飲熱牛奶能否提高睡眠質素呢? 是不能夠的 醫生不建議睡前飲熱牛奶 因為牛奶的乳脂肪會影響胃的運作 打亂睡眠節奏 建議不需要喝 另外就是第一招 正確地洗澡和浸浴的溫度 經常聽到人們浸浴是可以溫暖的身體 更加容易熟睡 但原來浸浴超過二十分鐘 其實會令到失眠質素大大降低 長期浸浴在高溫的熱水中會令到身體出汗 這些汗水等於運動時的汗 身體進入興奮的狀態 要奪得優質的睡眠 睡前是切忌流汗 最重要是保持神經放鬆 最理想的入浴方式是甚麼呢? 用40至41度的溫水 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一些香氛精油 然後睡前的1小時浸浴10分鐘左右 家裏有些人因為香港的地方淺窄 不是每個都有浴缸的 例如有些人有棋缸的話 你可以浸腳 浸大約10至15分鐘 其實都很好睡 尤其是現在來著冬天 你浸腳 因為人腦通常由腳開始腦 所以浸腳 浸完腳是很舒服 可以睡得很好 第二招 醫生傳授提高睡眠優質質素 就是呼吸法 4-7-8的呼吸法 首先是用鼻吸入空氣4秒 我吸入 然後閉氣7分鐘 吸入4秒 閉氣7分鐘 自己在心裡數 慢慢敷出來 就8秒 敷出空氣 這個叫4-7-8 大家記住 4-7-8 這個不單止提高睡眠質素 加速入睡時間 還可以令到第二天起床 更加精神 原來用鼻呼吸可以有效地冷卻了腦部 只要你睡前做3組4-7-8的呼吸法 就能夠令到腹膠感神經 除此之外 也可以在睡前按摩一下耳朵下面 有一個叫安眠穴位 耳朵下面按壓那裏 類似腮骨那裏 耳朵後面的位置按一下 那個穴位可以令到你很快睡覺 還有第三招 不少人在失眠時會播放治療 例如說舒服音樂入睡 原來很多人用錯方法 我也有經驗 有一位女嘉賓一邊睡覺 例如放置音樂 這樣是大錯特錯的 睡覺時聽音樂不僅延遲入睡的時間 還會令到睡眠惡劣 雖然治療音樂和旋律 會令到神經放鬆 令人增加睡意 但聽音樂的方法和時間是非常關鍵 醫生解釋 人類的聽覺在24小時運作 在休息時聽覺快揮的本能守護著我們 所以如果在睡覺時播著音樂 我們的交感神經就會提高警覺 難以深層入睡 醫生建議在睡覺前聽著音樂 直到你產生睡意就關掉音樂 直到你走到床上睡覺為止 所以知不知道 你不要開著音樂來睡覺 我以前也有這樣的經驗 我喜歡聽一些水聲 當我開著水聲來睡覺 其實我醒了睡眠的質素 是沒有我關掉這部機器那麼好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聽音樂的話 你就進行冥想 譬如你晚上聽完我的直播節目 之後你就沉澱 什麼都不要想 然後就深呼吸 然後當你覺得幾晚睡覺 你就上床睡覺 熄殺什麼都不要聽 第四招 醫生最推薦 什麼睡前必備的安眠音樂和影像 原來燃燒柴火的影片和聲音 人體的血壓和心跳的節奏 和火焰的節奏非常相近 能夠有效地達成輕鬆的心情效果 除了看燃燒柴火 還有燒蠟燭也有同樣的效果 第五招 不少人經常起床後會腰酸背痛 尤其是腰部和頸部僵硬酸軟 其實很大部分和枕頭有關 節目請到專門治療落枕的醫生 和大家講解 選擇枕頭的重要性 首先我們睡覺時一定要有枕頭 如果躺平在地下的情況下休息 會令你的頸骨左右傾斜 肌肉僵硬 為了防止睡醒後腰酸背痛 要選擇一個較為適合自己的枕頭 到底什麼是適合自己的枕頭呢? 原來人在睡覺時平均每晚會翻身20次左右 一個好的枕頭會令你翻身的動作更流暢 如果你選擇一個不適合自己的枕頭的話 睡眠期間難以翻身 就會造成一個腰酸背痛 醫生教你選擇檢查枕頭是否適合自己翻身 另外躺平在枕頭上 雙手交叉放在肩頭上 交叉像木乃伊那種 雙腳屈曲 膝頭微微向天 維持這種動作左右搖擺做出翻身的動作 如果未能夠暢順地翻身 就代表你使用的枕頭是不適合你 如果大家想試一下的話 你自己可以試試或者重溫我影片 這個節目來到這裡 到了最緊張的時刻 就是鏡生活 我現在去鏡生活 介紹大家今集有一個特別嘉賓 就是阿柏芝 非常大的 首先我們去了鏡生活 我給了連結進去 鏡生活 今集只有五個人在等 十二點半 現在三分鐘之內 三分鐘之內 我先拿一條連結給大家 我準時達標 四條影片之後做 完成達標 非常興奮你們 你記得回來的時候 幫我留言 我知道 OK 好 你現在看到了 看到一條結連 我先按 按 按 然後就跳到 你們現在可以支持一下鏡生活 Kernasa Wong 很好 Yook Pink Fog Kerry Lee 很好 Eling Yong 這些不是我的網友 他們都支持阿鏡姐 多謝你們 好 今集有阿柏芝 好了 跟大家不談了 你們自己過去 按一條連結 拜拜 多謝你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留言給新哥 看完阿柏芝和阿鏡姐的影片 他們去歐洲 究竟米蘭 又搞什麼呢 片尾有一個神秘嘉賓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你們猜不猜到 神秘嘉賓是誰 你們都見過他 OK 節目來到